今年迈入第六年的香情传爱工艺活动 虽然今年受到花莲地震风灾效应捐助规模明显下降 但是部落青年团队发挥了金牌农村的互助精神 吹出了充满在地特色的美食 还有环境教育关卡 让参与的民众不仅用双脚做工艺 也深刻体验金牌农村的魅力 香情传爱的剑走队伍在农会三巨头 马滩修区委员会以及上级长官嘉宾 共同民地下各个大富卖开 用双脚做工艺 那其实这几年我们都有部落里面的青年 跟在地的青年都会一起来规划这样子大型的活动 从我们的所有场地布置 像我们昨天下大雨都是有青年们的帮助 我们才可以把补给站啊 各个场地的位置安置好这样 上百位用双脚做工艺的选手们 沿着湿地园区步行8公里 不仅是保览湿地园区的自然生态美景 沿途还得要过五关斩六将才算完赛 自己聚倒 谢谢 怎么样这个关卡很好玩 那我们今年就想说以践行的方式 大家可以慢慢走享受湿地的氛围 那今天我们的路线就是特地有设计 大家可以走进去我们花东最美的木栈道 走一整圈下来所有湿地的美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第六届香情传来工艺活动 今年度以见走闯关方式来进行 大家从徒手聚竹子 果实冰果分类 盆栽植物绿手指 以及需要体耐力的跳轮胎 以及打毒论等等 每个人勇于挑战体验精台农村的魅力 跳轮胎 来快来 不会 这个关头办很难 不会啊 活动要办得活泼 大家才会高兴 对不对 那你参加了开不开心 开心哦 赞 马滩修区香情传爱工艺活动连续办了第六年 今年即便是受到花莲地震风灾的效应 参与捐助的规模明显下降 但是修区农会以及在地部落青年团队 发挥精台农村的互助精神 让参与的民众 不仅是用双脚做供应 也深刻体验了精台农村满格的大爱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